众所周知,赵云由于勇者品质皮肤过多,被玩家戏称赵大勇 但随着新皮肤摆目心腔的到来,赵云的皮肤海里面又新增了一款史诗 目前三款史诗皮肤都是限定,并且未来纪元后续也将升级为史诗品质 那显然赵大勇这个称号已经过时了,建议改叫赵现实 探游系列皮肤皆是以英雄的历史故事为出发点 延展出和历史上不同的结局,赵云韩信他们还是赵云韩信 在探游系列像是进入了一个平行时空 成为了好友,什么身骄啊,双枪博弈啊,好不快活 赵云一直以来被称为常胜将军,从未尝过败继 下面是本报百度的内容,不严谨,大家仅供参考 说是卫国大将军曹真曾打败了赵云,赵云还因此被贬 被贬后不得重用,郁郁而终 下面是这款皮肤的背景故事 赵云败于肃立后,他环规师们拴马树下 望见那雇冤就临,胸中苦闷 他本有颗行侠仗义之心 一场变故之后,辽络的师们只剩拿一人独当 他求胜心切,单枪匹马战条巡航 被传为武林佳化 他的枪法为世人所盗,师们为江湖所知 终不负先师所托 只那手中的传世之枪却日渐沉重 枪法亦难再进一步 秋风网送,卷夜入空 他望向院中那株千年古墓 历尽生死,枯荣俱在,参天依旧 当心不为圣意所聚,枪不为圣名所累时 他才忠得所悟,英雄尚在提枪为何 侠干一胆,赤子初心 枪风在起时轻易脱沉,净胜以往 可以看到官方有意将赵云的结局描绘得更美好 他还是赵云 但在另一个时空里,在探游世界里 赵云没有欲语而终 反而寻得初心,枪法更胜从前 传说三千堆附近的村子里有座古庙 庙里有两株两千多岁的银杏古树 有传闻赵云曾经在此拴马驻扎 传闻真假难以辨认 但这个银杏历千年不倒 岁月封城灼洗后还留有最初坚韧明媚的姿态 正如皮肤故事中的少年枪客 上面这段话是官方言话 这也是这款皮肤为什么选了银杏主题的原因 不过本报还想说一说这款皮肤的不足 局外模型过于纤细 祖龙将军驰骋沙场,百战百胜 不应该是这样一种过于苗条的身姿 当然了,以上都是本报个人的观点 兄弟们觉得这款皮肤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波 下期见了